刘培元的英文教室知识阅读篇第52集 这一篇呢我们来看修杰克曼 这个知识阅读篇呢之前都讲一些各国介绍或者二次大战 那这边后来就变成软性一点介绍一些明星 比较软性一点 一方面也学学英文嘛 一方面也看更加了解这些好莱坞有名的明星 有些可能大家也不清楚 他叫Hugh Jackman 修杰克曼 这个很有名啊大家都看过 澳洲人 但是是英国血统澳洲人 他是在出生在1968年现在也超过50了 澳洲人 这个雪梨啊他出生在雪梨就是有名的那个雪梨歌剧院那建筑物很特殊 城市他国家是澳大利亚澳洲 都市是雪梨 但是澳洲分很多澳大利亚分很多很多很多州啊很多省啊 他是新新南威尔斯这个州和这个省啊1968年 10月12号 他出生的时候名字叫Hugh Michael Jackson 身高188块190个子蛮高的啊 就等于黄总人带178个子也算高了 Trimark就是他的特殊的标志啊 他的招牌啊 招牌的一些特色啊 Trimark本来是商标啊 他的一些特色就是Rugly Henson Future 就是Rugly就是本来是崎岖啊 路很崎岖啊 上演崎岖就是外形啊 有领有角的啊 很帅的一个外形啊 Rugly就好像有点 保金风霜啊 好像硬汉啊 他刚出来的时候是蛮帅的啊 比较 皮肤什么比较好 后来就改编细路啊 就是也不太化妆了啊 就是有领有角的 好像历经沧桑那种感觉 像山路一样不平那样子 Rugly Henson就是以什么文明 就等于Famous Famous for 就是以什么文明 Perspective就是很有说服性的 美国口音 他明明是澳洲人啊 澳洲人也是大英国学啊 应该是英国口音啊 可他后来 就努力学这个美语发音啊 所以很有说服力 所以很多那个好莱坞明星啊 他是英国系统的啊 不管是英格兰 苏格兰 沃尔斯 埃尔兰 甚至澳洲 澳大利亚 纽西兰 所以这些英国演员啊 泛英的啊 加英国大英国写的 他们要学美语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那然后呢 这个美国人呢 要学英国口音就不容易 就不容易 那同样的像台湾啊 台湾演员去大陆演戏啊 他要学北京口音相对的稍微比较 比较 还比较可能一点 那个大陆演员啊 要到台湾 要讲台语的话呢 乃如登天 然后他演什么特色就是 演这个狼人啊 Wilfering就是狼啊 狼类的动物啊 就演那个狼人啊 当然是人啊 但是有 像有狼的血统一样啊 然后那个 两 两只手啊 那个 手指 手指骨头那边 会出 出那个武器很厉害 在一个战警里面啊 以这个出名 然后他也特色就是 Muscular就是肌肉发达的体格 Physical的体格啊 Muscular physics 肌肉发达的体格 他很壮 外国很多都练健身啊 然后一个很深层的 Resonant就是很和谐的声音 就声音听起来很和谐 听起来不像呱呱叫啊 听起来声音蛮好听的 然后Deep 这边就说比较低沉啊 这本来是很深的啊 但用在这边就是比较低沉的 但是蛮和谐啊 蛮有共鸣的啊 就说蛮有磁性啊 低沉 磁性的嗓音啊 我没办法这样讲 来我们看看 IMDB 这全球最大的这个影音网站啊 他怎么介绍他呢 Hugh Michael Jackson is an Austrian actor singer multi-instrumentalist dancer and producer Jack Mann has won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for his roles in major films notably as superhero period and romance characters he is best known for his long running role as Wolverine in the X-Men film series as well as for his lead roles in the romantic comedy fantasy Kate Leopold the action horror film Van Helsing the drama the prestige in the fountain the epic historical romantic drama Australia the film version of Les Miserables and the Filler Prisoners 他多才多艺啊 他多才多艺啊 他麦克杰克 不是麦克杰克森 不是麦克杰克森 Hugh杰克森 傑克曼 傑克曼呢 修傑克曼 他是澳大利亚 澳洲的男演员 一般男演员是actor 女演员是actress 但是有时候也讲actor 就同时包括女演员跟男演员 就像同性恋 男的是gay 女的是lesbian 但有时候gay 就同时包括男女同性恋 他又是一个演员 又是一个歌手 然后又会instrumentalist 就是乐器 又会弹奏或吹奏多种乐器 又会跳舞 舞蹈家 舞蹈演员 又是制片人 你看 第一个男演员 第二个歌手 第三个 会弹乐器 第四个就会跳舞 第五个制片人 就五种专长 这叫多才多艺 那他呢 jacobin他 忘了是赢得了 现在是WIM 过去是WIM 他赢得了国际的认可 recognition 认可 就在他的很多的major 是主要的 主要的电影里面 他很多角色 Unnotably 是比较有名的呢 副词 比较有名就是 超级英雄 period是什么意思啊 period是一堂课 结束 句点 女孩子的乐视 乐器 还有什么呢 一个时代剧 常常演那个时代剧 period 就是一个阶段 时代剧 然后romance character 就是一些romantic的角色 你看 他又可以演英雄人物 演时代剧 可以演 当然还包括音乐剧 什么等等 就是多才多艺 他最有名的 就是Running 就一直演 长期一直 一直跑步 不能说长期跑步 长期一直 一直演的角色 就是X战警里面 演那个Logan 演罗根 罗根 罗根 演那个狼人 以及呢 他在这个 演这个Lidre 就是演主角 在浪漫的 浪漫喜剧里面 Pandacy 是一种奇想的 就是虚构的 穿越时空 爱上你 那个女主角是Kate 凯特 她是演这个 男主角Leopold 她是怎么样呢 女主角是现代人 然后男主角是古代人 结果偶然的时间呢 结果两边碰到了 然后呢 她发现了一个 这个 一个 死亡隧道 她就进到现代 进到现代 女主角是一个 是一个白领阶级 本来以为她是演员啊 什么之类的 因为她来的时候穿古装 就发现她真的古装人 然后长得又高又帅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也这个 道德 道德也很好 两个就相爱 就演这个故事 蛮好看的 这可惜啊 她这个 Hugh Jackman Hugh Jackman 后来蛮 蛮红的 但是 演着Kade 那个甜心啊 女主角 就后来 当然有点年纪啦 就后来就 而且这样整整心好像不太成功 就后来就没有 没有什么作品 很可惜 那女的 然后在这个恐怖片 动作恐怖片里面 凡赫心里面 凡赫心是欧洲 西方的一个很有名的就是 虚魔人 抓鬼人 就像我们这个香港片啊 僵尸 僵尸道长 林振英的 有点类似 当然林振英那个 僵尸道长是虚构 但凡赫心 立场好像有 有这么一个人 当然夸大了 这是一个 一个医生 但是他对这方面很有研究 所以这很多片啊 就是吸血鬼里面 他的对手 吸血鬼 最怕他的克星 就凡赫心 因为凡赫心最早就 就跟他说 没关系 这个可以杀掉 怎么杀掉呢 就是用银座的十字架 或者银座的刀啊 刺到他的心脏会死 所以就驱魔人 然后呢 他也在这个顶尖对决 还有在澳洲 澳洲也是经典片啊 所以啊 拍了一部就是澳洲 他跟尼克吉曼 尼克吉曼是澳洲人 就是汤姆克罗斯前妻啊 那部就史诗集啊 就是那个 就是在整个澳洲啊 就是场景很大 整个澳洲很大 他们就是赶那个牛啊 因为这个女主角尼克吉曼 就是一个人赶不了 中间又经过一些挫折 就后来 那个Hugh Jackman 后来去帮他 然后两个就是恋爱 讲这个故事 就在整个澳洲大地上演 所以这部有点史诗啊 嗯 可惜呢 就是演的 演的不错 整个电影蛮好看 还不够 还不够好 可以演的再气壮三合一点 还不够 然后也在悲惨世界 这是很有名的啊 好像是迪根斯吧 英国迪根斯小说悲惨世界 这演了很多版 这是舞台剧啊 这西方本来是小说啦 后来变舞台剧很有名的 悲惨世界很有名的小说 好像迪根最有名的双层机嘛 悲惨世界 还有这个惊悚片 Prisoners 他工作在 Liz Miserables 赢了他第一次 academy award nomination for best actor 和他第一次 Golden globe award for best actor Motion picture Musical 2013 在 Broadway theater Jackman 老子喜欢叫Michael Jackson Jackman Jackman 他在悲惨世界里面呢 演得不错啊 这恩尔就得到了 赢得了他第一个奥斯卡 提名他没有拿过 没有拿过最佳男主角 或男配角 但是有提名过 提名就不错啊 所以有一个奥斯卡 叫提名其得奖嘛 能够提名 一年的电影太多了 只要能够入围啊 入围最佳 入围就是提名嘛 就进行不错 入围顶多五个六个啊 能够入围你看看 一年多少个男主角 男配角 能够入围五个六个 就已经非常好了 然后也赢得 这个就赢得 第一座金球奖 当然一般是奥斯卡奖 比金球奖 这个名贵嘛 所以先有金球奖 先颁奖 所以颁奖 大家猜 这个会不会他也得到 这个大概五成以上 大概就是奥斯卡 就跟着这个金球奖走 当然有时候爆冷 可能有三成四成 跟他不一样 所以现在这一阶倒霉啊 金球奖 金球奖得到了 结果金马 这不是金马奖 台湾叫金马奖 结果奥斯卡金奖奖 没得到 但是他是金球奖 但是他的这个金球奖 是得到最佳的 这个motion picture 最佳动画 音乐剧 他得到音乐剧 及喜剧类的 不是一般的戏剧类的 在百老会剧院 什么叫百老会剧院 就歌舞剧啦 就不是电影 而且百老去剧院 他去纽约了 那边看过就知道 哇那个 像那国王与我 一演啊 演几十年啊 很多片子 很多那个舞台剧啊 音乐剧啊 一演演几十年啊 啊 就经典了 你说演那么久干嘛 纽约人看不腻啊 当然不腻啊 很多不是纽约看 全世界来看 全世界到 到纽约 都喜欢艺术啊 文化的电影啊 就喜欢去 哎 不许此行嘛 就算你不喜欢看你要去嘛 就是到欧洲 你去听场歌剧院嘛 或到意大利 听个歌剧嘛 不许此行嘛 不然去意大利 看了罗马 看了意大利 有没有去歌剧院 意大利歌剧院最有名 没去过 没文化 所以全世界各地来看 不要多啦 这个每个人去个一两次啊 全世界一年去美国 去纽约那么多久 所以他可以延期十年 他又得到了一个东尼奖 东尼奖 他演一个角色 来自欧洲南海里面 有得到东尼奖 然后他有四次 还有些主人啊 就是当主持人的意思 当这个东尼奖的主持人 他也赢得了一个爱美奖 爱美奖 这个啊 然后他 他也这个 除了主持过四次的东尼奖 当那个主持人以外 他也在第八十一届奥斯卡金像奖 奥斯卡金像奖就是Academy Wars 这学院 学院奖 这正式的名称 但是那个奥斯卡是什么东西 就那个小金人 为什么叫小金人呢 所以他们以前奥斯卡一开始 掰一个这个 一个小金人 跟没有名字啊 没有名字 就突然有个小女孩说 哇这个长得很像我叔叔啊 奥斯卡 奥斯卡 他叔叔奥斯卡很像 拿照片一看 呦真的很像 后来大家就想说 哦那就叫奥斯卡吧 所以奥斯卡金像奖 就从一个小女生 说到很像 他爸 他家叔叔 就奥斯卡 所以我们一般讲奥斯卡金像奖 但是那个奖是奖 正式名称是Academy Wars 学院 为什么学院奖呢 一般老百姓不能投票 整个那个美国影语学院啊 就Academy 他那个里面可能是演员啊 导演啊 制片人啊 影评人啊 就是他的会员 会员 很多人啊 至少几百个吧 详细人数我也没去记 只要几百个人就选 就像美国什么NBA啦 职业篮球棒球 有那个记者 有记者去选 跑体育的 跑影剧的不能选 要跑体育的 他们也是有一个名单 这个就是他们学院里面 投票 投票结果 就谁当选 就是这个情况 他出生在前面讲过澳大利亚的 新南威尔斯州 或新南威尔斯省的雪梨 雪梨当然有名的 雪梨歌剧院 靠海 然后他妈妈是Grace McNeil 他爸爸呢是Christopher John Jackman 是一个会计师 Accountant 会计师 他是五个小孩里面老妖 他的父亲呢都是英国人 不能讲英国人 英格兰人 因为我们一般讲英国人 讲British English一般 国际上是讲英格兰人 当然又有人讲英国人 所以这有时候很难去分 当然英国人跟英格兰是不一样 所以这边搞不清楚 到底是英国人还是英格兰人 不一样 英格兰就是英格兰人 英国人 他可能是英格兰人 可能是苏格兰人 可能是维尔斯人 可能是爱尔兰人 不一定 然后我们就当作英国人 他父母都是英国人 所以这种英文 我们要避免用British 不要用English 然后搬到澳洲去呢 不久 在他出生前不久搬到澳洲 所以他澳洲人 其实等于是英国人 因为他父母应该都英国口音 如果是英格兰人的话 如果苏格兰人的话 可能就像 食人康大来说 苏格兰口音 他也有希腊的血统 还有苏格兰的血统 希腊血统就是他从那个 真祖父那边 一般祖父是Grandfather 那真祖父是Great 那前面如果可以再加一个Great Great Great就是高祖父 就五代了 高祖父 真祖父 祖父 爸爸 自己五代 如果再往下子女 孙子 那就出番不及被宰 就是 那祖母那边呢 就有苏格兰的血统 Ancestry血统 在库室里面 他设计 他设计 智子 雅 從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After graduating, he pursued drama at the Western Australian Academy of Performing Arts Immediately after which he was offered a starring role in ABC TV prison-drama Corelli Opposite his future wife, Deborah Lee Furnace Several TV guests' roles followed as an actor and a variety compare An accomplished singer, Jack Mann has started as a guest in the Australian production of Beauty and the Beast 他有一個 communication 就是傳播的學位 他大學在這個 Technology Sydney 在雪梨科技大學 或者工業大學科技大學 他主修新聞 得到一個傳播的學位 大學畢業 在畢業之後呢 他就開始追求這個戲劇 在這個 他又開始繼續念 在這個 西澳大利亞的一個學院 就是Performing Art 就是戲劇 學習戲劇 然後之後呢 他就開始得到一個角色 在電視 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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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太太 因為先認識嘛 在結婚 就認識他太太 戴柏拉 然後接著他也在 這個 客串演出 在這很多電視上 裡面客串演出 這個 演來 就是 演戲嘛 還有 所以 Variety Compare Compare 這個是比較少見的 主持人的意思 作為一個 Accomplish 就是有成就的 Accomplish 本來是達成的 加一地呢 就變成形容詞 就是有成就的 有名的 有成就的 一個歌手 他也演了這個 Gueston 在澳洲的一個 Production 他說 拍的片子裡面 Building Beast 就是美女野獸裡面 他真的會唱 真的會唱 在裡面也演了 這中文就美大 美大 美女野獸 He appeared as Joe Gillers In the Australian production A Sunset and Boulevard In 1998 he was cast as Curling in the Royal National Theatre's Production of Trevor and Niles, Oklahoma Jack Mann has made two feature films The Second Witch 這個很難唸 什麼King Garnahan And Australian Film Institute Domination for Best Actor In 1999 In his spell time Jack Mann plays piano, golf and guitar and lies to windsurf 他也在這個日落大道 Sunset 日落 Boulevard 就是大道 所以那個 好萊塢也是 星光大道 就是有一些這個 有名的演員 他們決定可以 有這個資格 就是在這個泥巴上面 蓋手印 然後乾了以後 就擺在那邊 手印 蓋個手印 他在澳洲製的這個日落大道裡面 他也演出 在1998年 他Cast 就是選角了 他也又演出了 演著Curling這個人 在這個 阿克拉荷馬 荷馬州裡面 又演了 然後他也 演了兩個 Feature film Feature是主題 特色 Feature film 那Feature film 什麼意思呢 就是那種 像紀錄片的電影 紀錄片我們一般是Documentary 但紀錄片它不是電影 但紀錄片電影就是Feature film 就是 也不算改編了 改編了還有虛構成分 它就是像紀錄片 可是紀錄片就是你真人 真的人 拍真的人 要紀錄片 可是這個是電影 電影就是演員 但是又像紀錄片拍攝手法 這叫紀錄電影 或紀錄片電影 叫Feature film 所以這個一般人搞不懂 然後其中有一部 叫曹黎家園 Eskineville 這個字很難列 這一個地名 然後Gunner Gunner本來是花環 名詞叫花環 動詞又是掛上花環 後來這邊取得 獲得 榮譽 這一定是獲得好的 花環掛上去一些好事 就他贏得了 澳洲電影協會 Institute協會 一個最佳男主角提名 In His Spell Time Spell Time 本來是多餘的 Spell Time 就是備胎 汽車備胎 Spell Time 就是空弦的時候 沒有拍電影 無聊 空弦的時候呢 他的興趣什麼東西呢 他喜歡彈鋼琴 前面講過他會彈很多樂器 這個人多才多藝啊 他喜歡打高爾夫球 誰都喜歡打 希望很多喜歡打高爾夫球 只要有錢的 只要手腳靈活 主要是男的 他都喜歡打高爾夫 西方的運動 但在東方覺得很高貴 在西方就沒什麼了 就覺得還普通還好啦 因為西方那個 地大物博嘛 而且他們已經行之有年 就覺得 所以你在西方講 哇打高爾夫球球 很高貴啊 很怎麼樣 很奢侈啊 他說不會啊還好啊 就像我們戴個太陽眼睛 哦你是不是明星啊 太陽道戴個太陽眼睛 這跟明星有什麼關係啊 然後吉他 會彈吉他這個很普遍 誰都會彈啊 會彈的太多了 不能說誰都會彈 會彈的太多了 人家喜歡Winserve 就是風浪啊 風浪板 這個外國人很喜歡的啊 風浪板 就是那個 拿一個板子啊 這個 到海浪的時候 衝起來那個很好玩 那另外一種風浪板 這個風帆 另外一種不知道叫什麼名字啊 就是從飛機上掉下來 也是踏那個板 哇那個有降落傘 那個就很刺激 好這邊我們就介紹一下啊 這個 Hugh Jackman X戰警裡面啊 介紹一下 澳洲人 那其實等於是英國人了 但是他的 美語發音已經很道地了 所以很多那個英國演員啊 澳洲演員啊 加拿大講的跟美國差不多了 或者其他的歐洲演員 到好萊塢演了 結果你搞不清楚 以為他美國人 當然英國戲的比較容易啦 你如果是法國演員 德國演員 那要講自鎮槍員 美國人就比較難一點 那口音就比較沒辦法 那亞洲人土生土長的 在美國土生土長的 那現在英文講的很 Burban 但如果是移民的 你說成龍啊 李連傑啊 那沒辦法 因為講英文就 沒辦法 沒辦法 就那個腔調就太重啊 就ABC啊 土生土長就沒問題 所以要看我這個正確發音 看我正確發音 看我正確發音 然後你真正好好學的話 你的發音就可以跟老外差不多了 這不是開玩笑的 不相信你去看看 看看你自己印證一下 那看到了 看到這一集的話 麻煩把我14個全部按 14個都按訂閱 這集講到這裡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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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